那我要跟老師介紹一下,就是請問老師有沒有機會找歷史的網頁資料 好像平常不見得有這個需要對不對 可是你一定有聽過一個叫做歷史上的經驗 新聞上常常在介紹 所以我們常常會找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 比較早之前的就開始辦報的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從一些圖書館去找到舊的資料 那網站呢,網站有可能啊 老師有沒有一個印象,就是有些網站你可能已經加到我的最愛 結果下次再去,欸我上次要找到資料不見了 是有可能,不是網頁不見了 是他的資料已經從他網站上下下下來了 請問這樣怎麼辦 如果那個時間不太久的 其實你可以試看看第一個方法 叫做Google有所謂的庫存頁面的功能 以前他是直接出現在這邊 但是現在已經把它做到一個小小的按鈕裡面 就在這邊,所以如果說您的 像我從這邊直接找 我把這個叉叉拿掉 我們學校這裡找 好,這樣一找之後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小小三角形 對不對 這樣就看到了 我再放大一點 你比較方便看 好,你按庫存頁面 因為有些時候剛好那個資料剛下下不久 其實你通常可以來這邊找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的 喔,他有告訴你喔 這個頁面是Google在14號的時候來過的 我們今天幾號? 18號對不對? 對,所以如果說你可能在這裡 因為這個網站他來的時間喔 要看我們收訊頁 他的排程 因為網站更新速度越快了 他就比較常來 像我上次看是幾個月之前 所以最近他又來過了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呢 就可以看到說 可能最近幾天 有沒有,你看這個是10月3號的 這個你點進去就還有 你就可以查一下 最近這段時間 只要他的cash還沒有更新過 那你就可以查得到 可是萬一如果你超過這個時間怎麼辦? 他就已經來過了 我要找9月份來 其實呢你可以試看看 另外一個 這個網站 這個我也只能跟你講 網路上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就歷史上 我們以前 我看一下喔 老師的 應該我們都同年記得 以前 有沒有看過的固定 叫回到未來 他後來好像做了兩集 來三集嘛 最早的是回到哪裡 那其實不叫未來 那就過去嘛 後來是真的有回到未來 對不對 就是去未來 那這裡呢 你只要把我們學校王子 告訴他就好 你看這裡 把他丟進來 然後呢他 你就告訴他 帶我回去嘛 tame me back 對不對 好 你看最早紀錄到2005年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們回到2005年 2005年距離現在 80前 你有看到這個藍色點點的 就是表示他有紀錄的 剛剛有看到我們學校首頁的嗎 你知道2005年我們學校長什麼樣子嗎 就是長這樣子嗎 不一樣的號 沒有人 你看點進去 這可以瀏覽耶 2005年的校園新聞 你有看到嗎 所以 你就知道 原來 有人偷偷在幫我們做這個歷史備份 所以他不在我們家 這個很不一樣的服務 所以如果萬一說您的資料是屬於像這樣子 可能 現在網站找不到 或者有時候有些網站是做改版 然後就資料就不見了對不對 那你真的可以回來這邊找看看 可能也許就有機會找到您要的資料 雖然比較 不是說每天都會用的服務 但是有可能萬一你有需要 像這樣子 回到過去